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担任裁判 在担任主审 她的专业领域表现非常的亮眼 很多国际奖项的肯定 但是在她的私领域 她是通灵少女的原型 是因为她从2009到2019年 十年的时间里面 她写了四本《灵界的译者》这个书 所以后来才有通灵少女 这个非常受欢迎的 在Netflix上面的 台湾自制的国际电视剧 但在上一集的末了 她居然说在这个电视剧上映的时候 正是她人生的低潮 怎么会呢 一般人应该都觉得 哎呀我写的书被翻拍成了电视剧 而且爆红 你应该很高兴吧 为什么低潮呢 因为其实当初写书的时候 是某种程度的自我疗愈 因为我是在高中三年 大学四年在宫庙 那我离开的时候是很不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好像被当工具使用 然后那样的生活是我不喜欢的 那我后来自己在棒球很努力 然后感觉已经走出自己一条路的时候 结果到现在大家只会在叫我通灵少女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导演说 我这辈子在棒球的努力都不会有人看见了 对只会有人看见我永远就是通灵少女 但是由通灵少女注意到你跟你现在的成就 我觉得也是件不错的事 因为他之间的反差真的太大 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有这些反差 有这些比较 大家才会觉得那个 其实之前的经历我认为也很可贵 是因为有之前的经历才会有后面的你 人生都是累积而成的 确实 对所以难免啦 就像我现在其实也会很想问博君说 那你现在也还看得到那些东西吗 还好啦 那就是不要营业用就好了 就是不要把它拿问世赚钱 平常偶尔看到我是觉得还好 就生活的一部分 我觉得就是就像您刚刚讲的 以前会觉得那么痛苦 或包含讨厌通灵少女的原因就是 我不愿意去接纳那一部分我不喜欢的自己 那你当然是要人生到一个年纪 或者是够成熟的时候 你要去接纳好的不好的都是你自己的一部分 不那么讨厌自己的时候 你才可以放下心的去接纳这一些 但是你最初到公庙去担任灵媒的工作的时候 当时你并没有不喜欢这个工作嘛 对不对 那时候觉得可以帮助人很好啊 纯粹是因为觉得可以助人 也是一种责任感啊 你就觉得上天让你这样看到 那一定有个什么原因吧 对啊所以就觉得我应该用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 所以那时候是这样解读的 然后青少年期嘛 就是也不会想太多 你就觉得嗯这是我的使命 我们就要去把它完成 然后就去了 对 那在那十年的担任灵媒的时光里面 我相信你碰到很多奇怪怪的事情 真的我就得到一个结论 人比鬼可怕 真的哦 对啊就是后来我就发现 我在处理的都不是阿飘的问题 阿飘是无辜的 都是人的问题 人心的问题 对 然后人都把这些错误都推到阿飘身上 对或者是它变成一个工具或是一个借口 对所以我就觉得后来就真的很不快乐 然后到大学要毕业的时候 真的觉得我演不下去了 对我受不了了 你做了十年的时间 高中三年大学四年是七年 那在之前的话是零零星星的 就是帮邻居或什么之类的 更小的时候你就开始 对啊那就说人很容易歪掉啊 一开始也可能只是说 怎么中间啊好不好啊 然后去家里看一下那个神像啊 或牌位啊或往生者 本来都是这种很零星的 那后来就开始就慢慢变职啊 就带我去问名牌啊 什么姑娘庙啊那种的 然后那时候大家很流行 然后就越来越歪 然后我那时候我爸就把我藏起来 就说不可以再拿我去问名牌问事情 所以后来我觉得 父母也很正直 父母是真的蛮正直 他们觉得不可以靠这个赚钱 所以也是因为他们的关系 所以我就是一直觉得不能拿这个赚钱 对 那后来你写了四本书 那是一种书呀对不对 虽然你不喜欢那个时候的自己 你还是把它一五一十的写出来 那就是一种叙事治疗 就是我想要舒缓我自己心里的这些情绪 那那时候本来只是自己写 那后来因为那时候同学有这些鬼神方面的困扰 就是他妈妈被亲戚建议说 师父说要什么买什么塔位功德塔什么之类的 然后要贷款 然后他就很焦虑 然后我就说 我有一个我自己的人生故事 你要不要看一下 然后他看了之后 他就隔天就跟我说 我看了之后没那么害怕了 然后他建议我说应该给更多人看 所以我那时候就先放在网制 网制那边看 然后就蛮多人看 那时候多的时候 一天五千个一万个都有 因为那时候也有中国人过来看 那后来人家就建议说 你要出书才 因为那时候写在网路上是很散乱的 他们说你就出书可以帮助更多人 然后那时候有问几个出版社 那问到三才 这个时候他就 我一个条件就是说 网路上的东西不测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是不是 就是告诉自己说 不是拿着赚钱 虽然我后来出书才知道 出书也赚不了什么钱 那那个编辑真的很辛苦 大家多看书多买书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 就跟三才协议到说 就是网路东西不测 但是出书 那三才是同意的 因为就是以一个劝势的 这个心情来出这本书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怕鬼 这样子 那所以就这样才出书的 后来又被拍成了电视剧 这个都是你刚开始 没有料想到的事 乌星叉流流成印 这个故事可以讲吗 就是 可以啊 OK就是 当时我出了第一本书之后 就是有一个导演 叫陈和云 那时候在念台语大的 硕士班导演组 然后他看了那个 我的故事之后 他就写信问 我说可以帮他 他要那个 他觉得 他有个课堂作业 要写个剧本 他觉得我故事很有趣 然后问我说 可不可以改编 然后我就说 好啊 你就看怎么改编 就是协助他 完成他的课堂作业 就是分享一下 我的日常生活 然后修改他的剧本 然后他教了那个剧本 课堂作业之后 老师就说 写的不错 问他说 你要不要投稿 公共电视的学生剧展 然后他就问我 可不可以 然后我说 学生居然干嘛 他说他如果拿到50万 他就可以拍短片 拍了短片 他可以毕业 然后我那时候就说 拍短片 那这样人家就知道 我是谁 发生什么事了 然后他就说 可是这样子 他才可以拿到 前拍片 才可以毕业啊 然后我那时候 就心里想说 公共电视 应该也不会很多人看啦 对不对 应该课堂作业就是 大礼堂不会播就好 应该没事吧 那好吧 就拍吧 然后那时候还跟 出版社也协调说 大家都不要收钱 我们还有去当领演 就是以一个 协助学生的心情 然后完成这个毕业作品 然后没想到 播出来之后 大好评 这样子 然后我以为他毕业 结果他说没有 他还在拍一个作品 然后那时候 我就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念书进修 然后他就去芬兰 参加世界公共电视大展 然后才被HBO向重 然后就给他钱拍这个 电视剧《冲林少女》的影集 给他这个投资 所以这故事 我为什么要讲 就是要跟同学们说 课堂作业要认真写 所有东西都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 当然你在这一集一开始 你有点抱怨 就是说 大家的这个注意力 后来看了《冲林少女》之后 都放在鬼神上面 都问你一些鬼神的事情 但是你觉得焦点 怎么都没有看到你后面的努力 我那时候其实很错愕 因为后来决定拍《冲林少女》之后 很为何鱼还有面包 就是当时的监制 刘渝轩 很开心 因为就觉得这群年轻人 你知道平均年龄不到30岁 可以拍出一个亚洲的影集表 是我们台湾就是属于国际的 这些事情我们做得到 我很不喜欢人家说台湾鬼岛 台湾年轻人没有用 我们缺彩背而已 我跟你说 不用自己看衰自己 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就 转个年就觉得很开心 就是我们台湾的作品 台湾年轻人可以这样做到 然后那时候也是觉得说 不管这片子拍的好不好 我这个团队的孩子 可以有国际影集的制作经验 这都很宝贵啊 我觉得我签个名下去 虽然我没有得到钱 但是他们有这样的经验 我觉得也值得了 而且我的棒球路 也是这么多贵人帮忙 我也想当别人的贵人 所以我们就这样拍了 那我原本以为 《冲林少女》获得大好评之后 大家就会看到 对 要投资我们台湾的文创 要投资我们台湾的戏剧 电视 我们都电影 我们一定做得到 然后人家韩国都去奥斯卡了 我们还在 唉 后来就是有很失望 因为后来就是 怎么后面焦点变成在我身上 我不应该是这个焦点 我觉得焦点应该是放在 这群这么有才华的年轻人 可以制作出这样的影集 所以柏君看事情一直都是很长远的一个眼光 很开阔的角度我觉得 因为大家想象你如果曾经在公庙服务过 那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因为你能够做到一些 凡人做不到的事情 你可以帮助人 甚至于你可以练财 说真的 嗯 做这一行确实 收现金 没欠销 还没靠水 我目前还没有找到 找到 找到 对对对 就是觉得 如果真的要 真的要做 也不是不行 但是付出的代价 对我来说太大 那不是我要的东西 那不是我要的生活 而且我觉得那个能力 也不应该是这样来再使用 那 公庙 我觉得你 既然你 你看过鬼 或者是说 我觉得在公庙最大的收获就是 你会送很多人走 因为通常不会是开心的事情找我们 就是不会讲说 哎我赚了很多钱 师傅啊 我想 你可以帮我看一下 为什么我这么好运呢 不会 通常都是生老病死 然后各种的不顺 然后各种的悲伤 然后尤其过去找到我大半 都是跟死亡有关系 所以 我常常讲啊 大学毕业都还没有牵过男人的手 只有牵过死人的手 牵很多 那所以那时候就 我虽然那时候年纪不大 可是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我希望我走的时候不要像他们一样 这么多的后悔 我希望我走的时候 就是告诉很开心的说 哎我好像都尽力了 我都努力了 而且我能帮别人的时候都帮了 我好像没有什么后悔的 这样子 我希望我是这样 那这是我在公庙学到最多的 最宝贵的一课 那时候你在公庙服务 但是其实你自己有你自己的兴趣 那时候你早就已经爱上棒球了嘛 对不对 但是林媒跟棒球裁判这两个身份是没有重叠的 当棒球裁判大概是06年 那时候已经离开公庙了 OK 那所以我当开始当裁判的时候很辛苦啊 那大概是也是大概两三年之后 才慢慢的就是稳健顺利 然后被接纳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开心的跟我爸妈讲说 你看在我努力多年之后 我觉得裁判界已经接纳我了 然后我妈就破我能水 我妈就说人家知道你会通灵 你会棒胡啊啦 你不要想太多 你爸妈也很有趣 那上一次提到 你在通灵少女这个剧集上映的时候 你人生的低潮 AIT给了你一个机会 其实它对你的人生也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 根本就是直变啊 对 因为我在那个时候2017的时候 我心里还是想的都是想要成为好的棒球裁判 我就是想要留在球场上 可是那时候真的环境也 就是我也没有太多比赛的机会 然后身体你也感受到体能的慢慢的衰退 你也开始自我怀疑 然后因为通灵少女的关系 你就觉得我一辈子想要逃避的东西 他现在又拉在所有人的面前 所以那时候很低潮的时候 AIT就主动联络我 他说他们有一个叫做 Global Sports Mentoring Program 就是GSMP 全球运动导师计划 他们全球会选17个 有潜力的女性运动的领导者 到美国受训跟实习 那他说他们使馆 可以提名一个 每个国家可以提名一个 但是只选17个 很困难 那问我要不要试试看 那我那时候心里想说 反正就万念俱灰了 那时候就是不太上网 不太跟对外联络 然后就是每天买手于工作 就是尽量不要上网 不要跟外面联系 然后他们说你要不要试试看 我就好啊 那我就全心全意的投入这个的准备 然后因为那个要准备书面 还要面试 我记得面试还要三观 就是跟美国那边Sky比 全球好像快200个 不知道可能有200个人争选吧 190几个争选吧 印象中 然后就得到这个机会 非常幸运 那我非常幸运就是到了美国之后 我在那里没有人知道我是通力少女 可是光我自己在棒球裁判 跟我在社工的表现 我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 所以那个对我的自信心的帮助是 这是没有办法形容的 你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对因为在以前 我就算在台湾站裁判 他们也会告诉 我听到的也是 那是因为你是女生才被看见 女生也没什么了不起啊 裁判那么多 然后你只不过是因为女生才被看见 还有你要不是通力少女的话 人家也不会看见你 就是我会困在这里面 可是在美国的时候 我就算不是通力少女 我就算没有这些过去 我在棒球场上的表现也是被尊敬的 那大大的给我很大的充全跟自信 那我在那边真的很愉快 我是去NHL实习 然后在那边有很好的体验 然后他们也一直在跟我讨论说 我未来可以做什么 然后就是要把我格局看得更再大一些 他们一直劝我说 不是只是在棒球场上 你可以再帮助更多女性 然后甚至于在政策面 或是国际事务的方面 为台湾跟为女性做事 那我在那边学习到之后 回来台湾 AIT也有在持续做的做协助 然后给我一些建议 那我就是把运动再结合我的兴趣 跟社工的专业 然后提供这些 透过运动来帮助女性的这些服务 那所以我才会在2019年的时候 拿到那个世界奖 那也是因为拿到那个世界奖的时候 我那时候感触也很深 因为去那边之前是完全保密的 连我妈妈都不知道 对完全保密 因为你知道的嘛 如果知道之后 可能就进不去了 那我进去是拿我们中华民国护照进去的 对那当时朋友也劝我说 那你就办个台胞证 还什么之类 万一啦 那我就说好吧 那你如果中华民国护照不给我进去 你就在马路上办给我 彰显你的平等自由 我也无所谓啊 这样 不过很明显的 他们还是让我进去 而且还完成了演讲 所以我就觉得 我好像可以为台湾做一些什么事情 而且也很深的感触就是 德不孤必有灵啊 你要想我去领奖有多少人要一起帮我保密 他们不认识我 他们也愿意这样做 也愿意这样帮助我 所以我们台湾人这么有爱心 我们也应该是可以去帮助其他人 所以我回国之后 当时的AIT主席莫建先生 他我们见面的时候 他就说台湾的外交处境很辛苦 那运动跟人权女性都是国际上 大家比较共同价值 比较不会被打压的 你身上都有 你是不是应该为国家做点什么 然后就被这个洋人这样一呛之后 我觉得哇 轮到你这个美国人 说三道是吗 我们台湾人自己也会做啦 没有啦 我是很有礼貌的说谢谢啦 那时候就深思熟虑 然后我跟社工伙伴 我们另外两个伙伴 我就说我们如果创立协会 那可是你知道在台湾做这种 你如果做这种我就怕 万一发布出薪水会怎么样 然后我同事就跟我另外两个伙伴就说 你半年发布出薪水我们也做好不好 也也做 对啊 我说好啊 你们都这样说就来做啊 那还好 因为我们有献哥 献哥有当理事长 然后很多好朋友们 我们那时候成立协会的时候 就是列出清单 我要桌子椅子除此器电脑 然后朋友们就是 我捐两台电风扇 那个冷气 我们冷气献哥捐的 然后就是大家凑一凑 办公室就起来了 对那因为一开始还是疫情 比较惨一点 那不过大概也都是这样子 熬过来了 那所以我们这些年 刚刚提到 我们上一集有提到说 辅助弱势的运动员之外 然后运动内衣 我们帮助了十个国家 我们还有制作 运动的教材 像前一阵子me too 或者是霸凌 我们都有做相关的校材 我们希望可以使用 因为我还是相信 教育可以改变 我现在在讲说 2006年我遇到说 女生女生不可以忘求 这个意思 你女生坐过 我不敢坐 现在你在听 有些我希望未来 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孩子会跟我讲说 听你在讲鬼故事 怎么可能 我相信教育可以改变 我希望或许十年之后 大家在听我讲 2006年这些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人家会讲说 这才是鬼故事 这才是鬼故事 不是通灵少女才是鬼故事 这才是鬼故事 然后社会可以这样子 一点一点的进步 所以这些进步不是用骂的 你如果发生什么社会事件 或me too的时候 你站在那边骂加害人 或者是骂这个学校的时候 骂如果有用 我现在就在大联盟了 我们要做 我们要透过教育来做 所以我们也做这些的教材 那我们在国际上面的话 我们有协助去发行 亚洲体坛的杂志 全英文的 当然我们里面都 自入性行销台湾的故事 发送给其他国家 我们第二期还有 入选奥林匹克博物馆 然后我们在今年5月 也有办一个亚太地区 台美合作的亚太地区的论坛 就是透过运动 怎么帮助女性的论坛 那有十几个国家的参加 还办了一个是世界首创的 女性体坛的摄影大赛 这也是一个全球首创的 就是不管在政策面教育面 或直接服务的方面来推动 那同样的用这样子相同的价值 让周边的国家也知道说 我们台湾是很愿意协助 大家一起改善女性的处境 我知道你有另外一个理想 就是你后来信了伊斯兰教之后 你希望能够成为伊斯兰学者 对对对 这个你要怎么达成你的梦想 我现在很努力 我现在在念政大宗教研究所博士班 我上个礼拜还去芝加哥发表论文 我自己本身是后来因为念宗教研究所等等 然后我后来归依伊斯兰 我成为穆斯林 然后我成为穆斯林之后 当然也深深感受到穆斯林的女权之低落 对那我一直相信神是爱 我就记得我以前在之前疫情的时候 关于妈祖的事情 我有讲过一句话啦 因为现在选举的时候 妈祖也常常要被叫出来嘛 我一直相信啦 爱我们的是神 控制我们的是人 宗教的信仰来说 应该是让我们平安 让我们觉得祥和平安 然后有力量 而不是让我们感到有恐惧威胁的 有让你感到恐惧威胁害怕 那个就不是 你就考宗教那么多就换一个吧 换一个让你觉得平安的 那我自己在看伊斯兰教授 我就觉得神不可能创造了女性 然后再来糟蹋她 干嘛找我们麻烦嘛 对不对 那你就会发现说 伊斯兰有里面所谓那些歧视女性 或对女性的限制 我倒要看看古然心是怎么说的 所以我就 那我们就来念书嘛 看他原本是怎么说 怎么书写的 那当然啦 我也是 这个会开始做这件事情 也跟国际棒磊球总会有关系 因为当年他们就把我派去印尼 做那个女子棒球的发展计划在印尼 那我那时候就问他说 你叫我去干什么 我又不会打棒球 就是我是裁判嘛 那我不太会打 然后他就 世界棒磊球总会那边就说 你就去印尼 让那些女孩子知道 你是真的人就好了 因为我是穆斯林 但是我念书 我打球 我可以活出我的生活 然后你是一个 你要去那边做一个典范 inspire他们 就是说 你们也可以啊 然后后来去的时候 真的也是给孩子一些鼓励 因为可能他们生活范围当中 就比较少 我相信还是有 但是就是比较少 遇到说 我打球 我可以 我是穆斯林 我可以保持我的信仰 也保持我的梦想等等 然后就发现 可以耶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 协助我们的穆斯林女性的同胞 那 我还是一样啊 相信我透过教育 如果你不去投入 如果我不去念伊斯兰 那伊斯兰的权势权 就在那些男性 或者是那些人的身上 那我想要为他们发声 那首先 但是我自己要有一个基础的教育 跟能力 所以我现在已经 硕士已经拿到了 现在就是在念博士 我希望透过我自己来解读 认识古兰经 然后来做一个女性的观点的诠释 然后给这些女孩子做他们最好的后盾 你回想自己从小跟别人一般不一样的经历 一路走到今天 你是已经研究宗教的一个 即将 有点像 当然还不是学者啦 但是你是研究这个范畴 你觉不觉得 你的人生真的很奇妙 你一路 其实你也许有很多的时机 你可能会走岔了路的 但是你没有 你一直都没有 你好像都能够看得到那个事情正确的方向 而且你有正确的认知 虽然你可能会看见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但是你好像并没有被那个东西给挟制 你能够非常清楚的辨别什么是对或错 以及神是爱的这件事情 你怎么想到为什么 这是我们人跟畜生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有脑子啊 神给我们脑子啊 对啊 我们就 人就应该要思考 而且我以前是很讨厌宫庙那段经历 可是我现在也学习去接纳他 即便我在那边犯了很多错跟很多的后悔 可是我要接纳那是我的一部分 那我很感谢当时的经历的就是 让我看见死亡 那我知道我们的生命绝对是有限的 凡有血肉者必尝死亡的滋味 我们都会走 那在走之前我们要用怎么样的心态 我们有什么心情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 这辈子耗费了这么多地球资源 你为这个地球留下了什么 我曾经问过我妈 我说我们家是不是要有什么家训 还是什么之类的 人家至少都流传个什么祖传 蚵仔米酸还是什么的 我们也没有祖传什么的 我妈想一想 我妈就说 做人爱王会怀念的 所以用比较 妈妈的智慧来说 就是你再想想看 你这辈子有做什么事情 是这样人可以怀念 而不是想到他 哦 因为毕竟我以前在公庙 或者是我们当社工 就会看到有些人生 真的出事来乱的呢 就来了 然后家里出了这个 然后全家就为他伤脑筋 烧脑 然后来乱乱的 然后就走了 对 所以你不得 每天就是不得不push我去思考说 那我这辈子来是要做什么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还是希望我自己在走的那个时候 我告诉我自己我问心无愧 然后是会被人想念的 想念有两种 但是至少就是 我真的觉得很幸运 有这么多支持我的 那老实说 通灵少女的所谓的爆红 不在我的预期当中 但神这样安排一定有他的原因 那这些知名度嘛 以一个欧巴桑心态来说 不用又很可惜 所以就像是我为什么成立这个协会 这些国际关系 如果不用 就太可惜 就为台湾做事 一样我希望我就把这样的知名度 然后谢谢大家信任 然后我们再把这东西来回馈 我们的社会来帮助 很多有潜力的孩子 谢谢博君跟我们分享 他这么精彩 这么不一样的人生 我想真的是绝无仅有啊 那我想大家也可以关心 运动好事协会 看看他们在做什么 如果你有感动的话 看看他们需要什么 我们都可以帮忙 那也希望博君的分享 也让我们思想 我们的人生该怎么过呢 就只有这一辈子呢 大家加油哦 加油 谢谢博君 我们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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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